我在這邊我必須跟年輕的朋友 還有這些做詐欺犯的 這些詐騙集團人 真的苦口婆心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這一陣子 我幫這些受害者處理詐騙的問題 真的有四個年輕人 真的就莫名其妙的就死掉了 曾經有個記者 問那個金錢報的袁董 他說袁董 你會不會認為你開了這樣的酒店 很多女孩來這邊上班 會為自己積下不好的應得 袁董就直接跟那個記者講 這些應得不干我的事情 這是他們自己做的決定 是他們自己為自己積的應得 記者就問這個袁董 怎麼說呢 袁董就告訴他 大家好我是劉哥 今天這支影片就跟一些年輕的朋友 或者是正在做詐騙集團的朋友 當然不管你們在做什麼行業 我就盡量把這一陣子 幫一些朋友處理詐騙的這些 協助他們處理詐騙的這些事 跟大家分享 我遇到了哪一些狀況 為什麼我一直常跟大家講說 時間軸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 盡量不要去做壞事的問題 是因為 坦白講我不是在這邊對詐騙集團的人 起了什麼怜悯之心不是 我到現在還是很痛恨詐騙集團 好不好 但是最主要是一些年輕朋友 當你們污入歧途的時候 或是當你在做壞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要失可兒子 該停了 真的該停了 前幾天在台灣的新聞 有報導說 在印尼抓到了103個詐欺犯 那這些詐欺犯都很年輕 但是在這個新聞之外 就突然冒出一個老阿嬤 他說他的孫子失蹤了 跑去泰國 不知道是不是印尼 去做詐欺了 還是去泰國做詐欺了 他阿嬤就趕快去聯絡警方 說希望能夠知道 自己這個孫子的境況這樣子 我在這邊我必須跟年輕的朋友 還有這些做詐欺犯的 這些詐騙集團的人 真的苦口婆心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這一陣子 我幫這些受害者處理詐騙的問題 真的有四個年輕人 真的就莫名其妙的就死掉了 其中一個是車禍 我之前有講過 然後另外一個是病死 然後還有一個是被詐欺集團 他們自己的團員給殺死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猝死 那在這幾個人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後 其實我都覺得 不是我說我對詐欺集團起了憐憫之心 我是不會同情詐欺集團的人 但是我同情的是你們這些家人 因為在這個人生的階段 你們根本就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們為了這些錢 去做了這些事情 錢再賺就有 在台灣只要你很努力 現在這種環境 絕對可以養活一家超級口 為什麼 因為台灣現在大缺勞力啊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願意低下身 彎下腰 去幹這些苦力活 現在是苦力活 賺最多的時候啊 隨隨便便一個小工 隨隨便便一個初工 2000多 甚至於做一些水電工 現在在台北都喊到3000多 你認真做的話一個月十多萬啊 但是我們調查之後 很多詐欺集團 每個月薪水也差不多三萬塊四萬塊 你幹這個幹什麼 有時候在我們人生這個階段啊 我一直常常在說的這個時間走 時間走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時間走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青春了 沒有青春的尾巴了 只有這個孤單的懶趴好不好 以前所發生的事情 在我們這個階段回頭想起來 我都很慶幸一件事情 是我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給自己的目標去達成 那我們做這些事情不要去害人 你說我之前寫的那個書 牛羊雜雞幹什麼 因為當我發覺我沒有辦法在前進的時候 我就是靜下心來自己學習 自己記錄 包含我前一陣子去讀了這個碩士 也是這樣子 很多事情沒有辦法前進的時候 你不要急你不要慌 不要覺得說反正現在我賺不到錢 我搞一些富貴險中求的事情 可能幹了一票 我就可以一輩子不用幹了 不是這樣子 生活不是這樣過 工作賺錢也都不是這樣子安排 你會慢慢的撩下去你知道嗎 當你撩下去的時候 你這一輩子都完蛋了 你看那個阿嬤 多大歲數了還在找她的孫子 你在外面幹這些詐騙的行為 做這樣的事情 你今天就算賺了錢 你也不可能生活過得多好 因為永遠都是上面的這些人在賺錢 這一陣子這樣子 死了這幾個年輕的朋友 你說是報應嗎 我不清楚 但是我所知道的是 他的家人所承受的這些痛苦 是他們原本應該承受的嗎 很多事情是因為你們做錯了決定 所以這些決定反饋到你們身上 之後你們的家人才去承受這樣的痛苦 我這陣子跑了很多次法院 有時候跟一些被害人這樣去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被掉出來的 借掉出來的一些雜欺犯 都二十幾歲三十幾歲 我都覺得 哎真他媽該死啊 雖然是真的很堵爛 但是我都覺得說 一個父母養一個小孩子養到大 栽培你們栽培到大 然後呢 你們今天出了狀況之後 你要知道父母他們在你的身上 唯一的希望是馬上消失 他們不敢在自己的小孩子身上 抱有任何期望 但是一個人的生活要能夠過得精彩 要能夠繼續下去 通常就是因為希望這兩個字 很多人在你身上本來看到希望的 但是你做了某一些事情之後 這些人的希望破滅了 你要知道 那個是多不堪的事情 不管是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都是一樣 今天愛你的人 相信你的人 在你身上找到希望 看到希望 結果你幹了一些媽機名狗道的事情 不但希望破滅了 甚至於你們這些詐騙集團 你們毀了多少人的家庭 在這邊 我們不要說你毀了多少家庭 如果你們真的會想 你們也不會幹這樣的事情 但是至少對我來說 我看著你們這樣子 我都會覺得說 你們真的毀了自己的人生 為什麼你的一輩子就是這些錢 一輩子就是詐騙 你的人生時間走 你說25歲到30歲回頭看 你在搞詐騙 30歲到35歲回頭看 你在搞詐騙 35歲到40歲 你回頭看你在搞詐騙 有一天你成家立業的 你的兒子問你 爸爸你年輕的時候在幹什麼 結果你第一個騙的人 就是你兒子 因為你根本不敢跟他講 你在搞詐騙 原本你們的人生 可以接受你們該有的美好 但是因為你搞了詐騙之後 連你的後代第一個接受的謊言 都是你給的 在你們這樣的行為裡面 根本沒有所謂的信任 包括自己的同行 包括你們現在的同伴 我們這樣調查起來 全台灣至少超過40個以上的電子貨幣詐騙 還不包含那一些所謂的股票投資詐騙 至少上百個 但是你們知道這些詐騙集團 為什麼有的會被抓到嗎 因為你們彼此之間的業務競爭太激烈了 有一些上頭人發現你要自己幹的時候 甚至於發現你這個人沒有產職沒有業績的時候 他就把你們的名單就直接給警察 我這邊就接到兩個案子都是這樣子 那你們在那樣的環境裡面 搞這樣的東西幹什麼 今天你們賺了這些錢 有辦法說接一個案子之後 你們分了幾百萬幾千萬嗎 不可能嗎 你說你分個三四十萬 覺得很爽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這三四十萬 你每天過著顛沛流離 提心吊膽的生活 現在台灣的勞力大缺 但是台灣的勞力做起來的時候真的辛苦嗎 有多少台灣的勞力是在室內吹冷氣幹事情的 所以各位詐騙集團的人 真的不要再去搞這種三天害的事情 我知道你們不太相信因果 但是我在這邊跟你們講 真的因果發生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那個是因果 在我們人生的每個階段 其實都有該做的事情 該盡的責任 我深深相信這些事情你做了你盡了 錢自然而然就來 你把你自己的角色辦也好 但是當你們去幹這樣的事情之後 你的人生早就大亂了 你的人生就不可能會有善終的一天 因為你們這樣的行為 真的影響太多人的生活了 那我這一陣子 處理這些詐騙的事情 除了幫這些被害者調查金流之外 有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鼓勵這些被害者 你們一定要勇敢的生活下來 好好把生活顧好 把家庭顧好 把小孩顧好 有多少人想要自殺 又有多少年輕人 在出社會的時候就被你們搞到白咖 你們搞一個投資軟體讓人家去投資 結果根本賺不到錢 你騙人家錢一次就算了 還要人家去怎麼借高利貸 把房子拿去抵押 搞到這些人一個月現在要繳八萬塊利息 怎麼還 你說你們詐騙集團沒有害到人 你們說這些人被騙是因為他們貪嗎 我跟你講根本不是因為他們貪 是因為你們真的太賤太壞了 不要幹這樣的事情 我看到那個老阿嬤在電視上找他的孫子 我都很難過 我難過的不是他孫子 他孫子被人家抓去槍斃的都活該 自己的阿嬤都已經這麼老了 為什麼你還要讓他過這樣的晚年生活呢 包括你的爸爸媽媽 其實我也很清楚 有一些父母都知道自己的兒子在幹詐騙 然後你們還讓他這樣去幹詐騙 為什麼 反正兒子有拿錢回來就好 你們也不會去在乎什麼叫領義廉恥 這個說穿的也跟禮異廉恥沒關係 因為你的兒子要怎麼交納自己的事情 但是報應因果發生的時候 你們自己注意一下 你們不要覺得說那是水小 自己運氣不好 沒有這回事 真的那天來年的時候 一切都來不及了 你的生命時間軸 原本該享受的美好 該體會的美好 一切都歸零了 接著你們就是心態開始變態 什麼變態 就開始東怪西怪 也不會反省也不會檢討 可能是我的詐騙技術不夠好 可能是我的防躲技術不夠好 可能是我的保密技術不夠好 我們要提升 不能把這樣的觀念 帶給你的下一代 甚至於給你周遭的人 不對的事情就不對 就不要去幹 因為真的會有因果報應 我已經講了N遍了 坦白講我也不懂 為什麼我有一個委託者 他委託我幫他調查 結果委託到後來 他的案子結束了 就已經結案了 錢也都全拿回來了 我問他原因的時候 他才告訴我說 這個人死掉了 然後呢 法院還不准他 去把相關的訊息公開 不公開我來公開嘛 為什麼不敢公開 這個詐騙集團是被自己的同伙 給開槍打死的啊 真的是為了錢 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啊 但是你要怎麼幹是你們的事情 我也只能在這邊哭口婆心的 跟大家講 想想你的家人 想想你的下一代 想想你本來應該有的美好 你本來應該做的事情跟責任 沒有人在這個世界上 生下來他的責任 他該做的事情就是來幹詐騙 我知道你們可能都是因為 生活遇到的瓶頸 需要大量的錢 來處理自己的生活問題 在這邊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這個自己的心路歷程 以前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我以前很喜歡收集一些 古董品 藝術品 那其實那時候就沒有那個懶趴 怎麼說呢 因為要收藏古董品或者藝術品 它一定會有個門檻 可是我那時候的這個收入就不到那裡 然後常常呢 看到一個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貸款去買 或者是刷卡去買 結果買了之後 搞到後來房間裡面 哇靠 跟博物館一樣 結果後來搞到自己負債累累 因為自己這些愛好 這也不是什麼不好的愛好 對吧 然後我因為這樣子之後 我就痛定失痛 我覺得 我沒有這個資格去 玩這些東西 去享受這些東西 但是當我去體會去理解 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太晚了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也剛結婚 當我在結婚之後 我才發覺說 我以前收集的東西 在我生命中根本是沒有什麼意義 也是我沒有必要的 後來 為了養小孩 我不騙你啊 我在過年的時候 我口袋裡面 剩100多塊錢啊 紅包我也都不知道怎麼包啊 當我開始認真思考 接下來的生活 我應該怎麼過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才發現 以前我收藏那些東西 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我在過年的時候 我連紅包都包不出來啊 那年過年 我的這個口袋裡面 剩100多塊錢啊 過年的期間 我跟我老婆兩個 一人買一杯 買一罐那個養樂多 就這樣兩個人慶祝啊 也沒有多餘的錢 可以包紅包 然後要包給爸爸媽媽的錢 還去刷卡 包給他們 那大年初二的時候 我載我這個丈母娘啊 回她的娘家的時候 我就趕快離開啊 就騙她說 我還有事情要處理 那不是有事情要處理 是因為我不敢走進 我丈母娘的家裡面 我靠我媽的小孩子 十幾個 我根本沒有錢可以包啊 所以那時候 我就只是想說 接下來我的生活 什麼是必須的 這個很重要啊 什麼是必須的 什麼是沒有必要的 那沒有必要的東西 我後來都連買都不想買 但是現在才發現 當我搞起研究之後 我買的東西比以前還多啊 但是這沒辦法 你們一定不相信啊 我在那個時候 把我房間裡面 所有東西賣掉的時候 賣光的時候 我走進房間講話 我的房間是有回音的啊 我講的都是實話啊 我不騙你們啊 有很多年輕的朋友啊 去搞詐騙 家裡也不是不好過 就認為說賺了更多錢 賺了很多錢啊 自己大幹一票 以後就可以吃一輩子 其實我都覺得 這個觀念是錯誤的啦 很多人就想要穿名牌 很多人想要開好車 問題是這些穿名牌 跟開好車的 如果這些朋友 你們的年紀很輕 你們開這些車 沒有人會認為是你們的成就啊 很多人都只會在背後嘲笑你們 為什麼 得不配位嘛 所以有很多年輕人 在你們這樣的圈子裡面 大家比較來比較去 比較名牌 比較零用錢 比較去哪些地方玩 然後呢 比來比去呢 又比較誰花的多 誰吃的好 比這個幹什麼 德不配位嘛 你們的年紀在這樣的時期 在這樣的生命階段裡面 時間軸裡面 該做的就不是這些事情嗎 在老子道德經裡面有講過嘛 什麼樣的年紀幹什麼樣的事情 小孩子就幹他小孩子該做的事情 年輕人就幹年輕人該做的事情 很多事情是你們逾越了 這些其實都是違反的一個道 當你們逾越了這些道之後 接下來你再不制止 你就很難再回頭 你看有多少年輕人 為了錢為了名牌幹壞的事 你看有多少愛慕虛弄的女孩子 到後來去酒家上班 然後一輩子呢 就被男人這樣玩弄 曾經有個記者問那個金錢報的袁董 他說袁董 你會不會認為你開了這樣的酒店 很多女孩來這邊上班 會為自己積下不好的因德 袁董就直接跟那個記者講 這些因德不干我的事情 這是他們自己做的決定 是他們自己為自己積的因德 然後記者就問這個袁董 那怎麼說呢 袁董就告訴他 每個來酒店上班的人 都認為我只是來賺錢 剛開始來酒店 端一端水果 倒一倒酒 拿了一些小費 本來底薪是三四萬塊 結果賺了這些小費呢 想說哇一千我又賺了好幾千塊 結果呢看著這些其他的這個酒家女 不要說酒家女那麼難聽啦 人家也是個工作啦 我沒有其次的意思 結果這些服務員呢 看著這些陪座的小姐 他們賺了這麼多 又輕鬆 比我現在做的這倒茶水啦 打草的工作還輕鬆 結果呢原本這些服務員呢 就跳槽 就變成酒家女 當了酒家女之後 有自己的矜持 你不能給我碰手 你不能給我吃鈴 你不能親我的臉 什麼都不能 然後呢坐在那邊呢 就當怪怪牌 結果久了久之呢 看著其他小姐 跟客人玩得很嗨 又認為說 也許這樣子我可以賺到更多錢 於是呢 他又開始鬆懈了 把自己的底線又開始下修了 那到後來呢 這些酒家女被帶出 不要說酒家女 可以了可以了 不好意思啊 到後來呢 這些 不說酒家女要什麼 好不好 就是這個坐台小姐 到後來呢 這些坐台小姐呢 被帶出廠了 賺了更多錢 出廠就算結束嘛 有的沒的 我怎麼知道啊 我的朋友都常跑啦 好不好 然後這些人呢 又這樣在想啊 反正被帶出廠 就可以賺到這些錢 於是呢 這個女孩子呢 從這個服務員 變成坐台小姐 接著又被帶出廠 那帶出廠之後 在這些男客的這個 金錢公司之下 發生了肉體關係 那接著他又想說 哇靠 原來腿開開 就可以賺到這麼多錢 他就開始去接受 這些男客的金錢公司 一直不斷的下修自己的底線 就到後來呢 永遠沒辦法回頭 有多少人是因為自己下修底線 修到後來自己的人生都回不去了 有多少人 是這樣子砸了自己的人生 當然這裡面也有例外的 有幾個還是很勵志的 就是酒家女到後來 賺了錢之後還去讀大學 還出國深造 人是這樣子啊 當你殺了十個人之後 突然間你放下屠刀 人家說你是好人 你忠於知錯能改 但是當你救了十個人 突然你殺了一個人之後 人家說你是畜生 所以各位朋友 不管你們今天是不是做了詐騙 或者是你正在做詐騙的路上 該收手就收手 賺到就好 好不好 害了一個人 那就害了 不要再害更多人 真的我在這邊 很替這個電視上 那個新聞報導 那個阿嬤很難過 因為自己的孫子 從小疼到大的孫子 這個孫子不但沒有辦法 陪自己阿嬤度過他剩下的晚年 剩下的晚年沒了就沒了呢 你還讓你的阿嬤這麼擔心 四處尋找你 對吧 朋友 有很多老大的故事 在我們眼前歷歷在目 每個金盆洗手的老大 都告訴我們 歹路不痛痛 不痛人做兄弟 不痛人去摸黑社會 為什麼 因為他們經歷過了這麼多 得到這樣的答案 就是不行 這個路 這一段人生的時間 不應該幹這樣的事情 這些老大 多少老大都這樣講 他們把他的人生都跟我們分享 就告訴你這段時間是不能這樣幹 這件事情不能這樣做 他們很後悔啊 跳出來跟大家分享他過去的不堪 但是每一個人都認為 我不會 我是例外 我進去問一下 劉勞勞逛大官員 逛一下 看一下 我自然而然就可以抽身 你有多少的定力 你有多少的自我要求 如果你真的定力夠 你今天就不會去幹詐騙這件事情 那你既然幹 該收手就收手 因為你今天詐騙被抓了 或者是被同僚出賣了 被同伙出賣了 或者是被殺害了 沒有人會同情你 但是牛叔會同情你的家裡 同情你的阿嬤 今天這支影片 我希望 詐騙集團都能夠看到 我們的人生不美好 是因為你還沒有遇到美好的人 美好的事 美好的物 你不能因為說 你沒有遇到這些 你就認為接下來的人生也都不美好 今天這支影片呢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